1月24号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同脑鲁外长安格明举行会谈 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脑鲁共和国 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王毅说 脑鲁政府从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地区断交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的政治决断 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中方愿同脑方以复交为契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安格明说 脑鲁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将其放在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 坚信脑中关系前景广阔 未来可期